Hello 大家好 我是灰灰 现在我在的地方是福州寺同盘路 然后后面是卓海公园 因为办菊花展嘛 第61届西湖菊花展 然后卓海公园现在又跟西湖连在了一起 所以上次拍完西湖的菊花展 保安大哥说卓海这边也有一个菊花展的展台 然后我们就是来拍一下卓海公园菊花展的展台 哇 来到这个卓海公园的北门看到这个菊花展台 我去 比西湖门口的大多了 那不开玩笑的 这里是卓海的北门 我们看一下这个展台吧 能看到吧 这个2024年第61届福州西湖金秋菊展 这个展台够大吧 这个造型 今天的时间是11月7号 它是11月2号就开展了 这个菊花已经盛开了5天了 我就不知道你们看到这个视频 然后有过来看这个菊展的时候 还有这个这个 左海公园门口的这个 这个造型台啊 菊花有没有更换 或者造型有没有变化 因为它摆出来的时候 肯定是菊花最佳的盛开期嘛 这样才最好看嘛 看到没有 然后这个是 视频正中间的就是 左海公园的北门了 我们现在进去吧 这个左海公园也是免门票的啊 左海公园的开放时间是 早上5点半到晚上10点半 虽然说是免门票 但是还是有个 保安大哥在这里维持秩序 因为什么今天不能进去吗 往滑板的 溜宠物的 这就是左海公园大门口看出去的情况了 好吧我们现在进公园吧 现在不是节假日 所以人没那么多 还不知道里面的花卉是什么样 外面门口摆的那个相当大气啊 刚才大家也看到了 我们看一下这边的菊花 这个品种都说不来了 上面也没有过牌子 有这个栏杆围起来 拍的话最好有个自拍杆 手机是生不到的 哇这边的菊花好像 比上次我拍的那个 西湖的菊花大多一点 很漂亮 大好几层 最好的 上面应该如果卸的话就不会再换了 下面有一排是没盛开的 不错 这个还挺多的 上次说它是摆了多少盆啊 摆了3万多盆 然后有1300多个品种 看来是有啊 左海这边算进去的话是有 这菊花应该是在福州的标普里面可以出来的 这里有50米吧 50米的一个长廊 摆满了各种菊花 好吧 这就是福州浙海公园北门的菊花 那我们现在再往里面走看一下还有没有 我们就把2024年整个金秋局长 左海公园这边跟西湖公园那边全部拍了个变 不要错过啊 然后我拍的这个视频呢 又是4K视频高清 所以大家回顾的时候 都可以看到这个视频 然后就可以比较一下 到时候 62届啊 63届 晚届 以后的菊花掌 有没有超过这一届的菊花掌 前面有个大花糖 我们现在过去看一下 大门口进来 第三个菊花掌区 左海公园呢 一共有35公顷 然后水域占地面积呢 是18公顷 左海公园 有今天的免费公园给大家挂了 还要感谢福州洪山镇的农民啊 当年左海公园1990年建成的时候 是洪山镇的农民出资4000万 来新建了这个左海公园 当然它新建的目的 肯定是为了赚钱嘛 不是为了今天 2024年我们过来可以免费参观这个公园 它1990年建成 然后一直收费收到2008年 收到2008年以后 然后公园就开始免费了 当然这个公园免费完以后 就更多的人 就会有更多的人来参观这个左海公园 也增加了左海公园的知名度 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这边身后 我身后的第三个把菊花的井子 它是两条龙 菊花龙 黄龙 这个菊花井全部都是花蕾 还没开有小红花 等它全开完以后应该就是金黄的龙了 两条 名为二龙细珠 但是这个二龙细珠的话 它中间的珠子先开花了 龙还没开花 然后这里有个大草坪 巨大的草坪 是不是大家经常看到 我们以前公园里面的草坪 上面写着镜子踩踏 有没有 其实这个马尼达草就是越南踩的 但是人太多就不能踩 比如说一天来好几十万人 踩一下这个草就废了 山山凉凉的人来踩的话 这个草就是为了增加脚杆踩得更舒服的 当然也有观赏的性质 那为什么踢足球用草坪吗 很多运动都是在草坪上进行的 就是用来踩的 走我们再往里面看一下 还有没有别的菊花井子 站在这里就能很清楚的看到 福州左海公园的摩天龙 拆除了 现在拆除了一大半了 然后海底世界正常营业 但是也把外围拿去装修了一下看到没有 看到新闻上介绍说这个摩天龙 它要换更大的更高的 然后卡位更多的 以前卡位是24个卡位 现在要换成32个卡位 然后呢今天不是拆了吗 而且拆了一大半了快拆完了 我们不是今天看到摩天龙要拆了吗 那新的摩天龙要什么时候上呢 据说要到2025年 要过一年 一年左右 才能上新的摩天龙 但是我们今天过来找那个菊花的井 好像三个就没有了 我们再逛到那边去看一下 水世界还有儿童喷喷车那边 这个站道呢 从福州西湖的北门这边 路口处这里进来 一直延伸 延伸到西九 然后西九到福州的湖滨路 湖滨路走一段路面 然后再延伸过来 一直可以延伸到这边 福州的西边 就是福州总院这边 靠近二华路那边 整段路过去 全部都是这种木头站道 走起来脚感非常舒服 这种站道 匡匡匡这样走 不像水泥路那么硬 我们现在走过这个桥 过去那边看一下 那边还有没有 关于菊花的摆放的井台 在这里说一个 可能外地人不知道的小常识 我们说卓海公园 其实卓海两个字 就是福州的别称 卓海就是福州 卓海公园也可以称为福州公园 你知道以前清末的时候 在福州城里有块石碑 上面写着卓海流芳 意思是说福州人才辈出 然后在福州的林哲徐纪念馆 林哲徐纪念馆的石碑上 写着卓海伟人 就是福州伟人的意思 过了桥走到这边来 就看到这边的钓鸡 在拆除卓海的摩天轮 别看这个摩天轮 现在成就了要拆除 它可是给卓海赚了不少钱 这边再走过去就是 卓海的西门那边 西门那边走过去就是别墅区了 之前福州的利家集团的老板 就在西门这边一个别墅区被法院来拍卖 好像是1.5个亿还是3.5个亿 忘记了 就在这左海边边上 就在西门这里 这个建筑我们之前拍过 是存放龙洲的一个建筑 应该是洪山镇村民存放龙洲的 华龙洲的时候 过来可以看到他们在 搬这里的龙洲 龙洲陈列馆 好吧 我们就看到了山处 卓海公园的菊花展台 现在我们往另一条路出去 就不走同样的路出去了 这边看一下有没有 这边应该是也没有的 很空旷 没什么能 说一个名 以前人民日报的社长 也是福州人 叫邓拓 他就经常 以卓海两个字 来定为自己的笔名 往另一个门出去的话 就可以看到 以前卓海刚刚开园的时候 立的这些雕像 花干岩的 以前开园的时候 好几个 大家应该来卓海玩的时候 都有在这些雕树前面 照过像 还有这个八卦 不锈钢八卦 这个是山林市不锈钢 这么多年了 还这么新 哦 这个建筑是 古楼禁读教育基地 这是公园里面一个角落 好吧 这边就没什么好看了 今天来卓海的话 就看了三个菊花的摆饭景点 里面就没了 现在我沿着卓海的另一条路 又走到了福州同盘路 卓海的北门了 你看这里菊花这里 又回到路口这里了 那好吧 本期参观第六十一届福州菊花掌的视频 中海公园菊花掌的视频 就拍摄到这里 喜欢视频的朋友 欢迎点赞订阅点亮小铃铛 感谢您的收看 拜拜